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 今個星期我要先照顧一些不懂駕駛的朋友 因為上幾集講了很多租車的日文 今次回到大眾交通工具的日文 我們上兩個星期講了車票的種類 今天嘗試講一下乘車在車站裡 你有可能看到的日文 好,那當你去搭車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IC卡 或者是去買車票的 買車票你可以選擇去自己按 又或者你可以去售票處 因為有些票你未必可以在那個按按機裡按出來的 而是必須要去櫃檯買 例如一些來回券 或者是一日券等等 那那個火車售票處的日文是 Midoni no matokuchi 至於那部按按機就是這個售票機 售票機的日文是 Kipu uliba Kipu uliba 這個山子可以拆開它來看 Kipu就是車票的意思 Uliba就是賣場 所以有時候你在一些白貨公司 也會看到Uliba這個字 當你去搭車的時候 不同的站長不同的收費 當然近一點就會便宜一點 遠一點就會貴一點 車費的日文我們叫做 Unti Unti 我們搭車你需要一些散指 但你身上又沒有散指 沒有那些銀子 只有一些1000日圓 5000日圓 那你就可能很需要這部機器 就是量提機 找換機 Langa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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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完這個車站 買完這個車票 下一部就是入閘 入閘在漢字上 我們會寫作改閘口 改閘口的日文讀法是 Kaisakuji Kaisakuji 有時候你搭車 你買了一張車票 可能不夠錢 譬如 你明明要500日圓 但你可能那張車票 只是400日圓 那你就需要去補票 你可以找一部叫做 自動補票機 的Machine 機器幫你補100日圓的差 它的日文讀法是 自動生産機 自動生産機 下一個要說的 也是自動開始的 其實它是一個自動的出閘機 它的日文讀法是 自動開閘機 自動開閘機 好 當你去到車站 經過所有這些 不知道什麼機 什麼閘口的時候 你的目的地 會是想去月台搭這個車 月台我們叫做 Homu Homu 大家去過日本旅行的話 都會看到 有些Homu 在月台裡 是有一些玻璃房 為了煮 煎 其實那些是什麼呢 就是被人去吃煙的 那些是吸煙的場所 在日文的讀法是 Ki'en shô Ki'en shô 記住吃煙的朋友 要進去這些地方才好吃 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希望今天車站的日文 會幫到大家 雖然車站寫了很多漢字 應該很多香港人都會吃看的 但是你有時候未必找到一個售票處 或者找不到那個入閘機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以上的山字 問問那些站務員 那部機在哪裡 Docco 這樣 那希望今天這集幫到大家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另外要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那我們下個禮拜 不是應該是明天再見 那我多謝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手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click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那我多謝 拜拜